天遭停职的新竹市长高鸿安 与笔名翁达瑞的旅美教授 陈时分因为论文抄袭争议 互打误告官司 法院日前认证对比高鸿安的 博士论文与期刊论文 确实有大幅抄袭的事实 因此在一审判定高鸿安 误告罪成立判处10个月的 有期徒刑 高鸿安对这个判决表示不服表达会上诉 对此陈时分也作出回应 在脸书贴出民事求偿的诉状 要对高鸿安提出民事求偿975万 费用包括了律师费 返台费用等直接成本 以及精神与民意损失等间接的损害 陈时分指出他已经委任 两名律师到北院地状 强调在提起误告字数的时候 是希望可以把焦点 放在高鸿安的误告故意 因此是没有附带民事赔偿 希望可以让案件更加单纯 而现在他决定 要来对高鸿安提出民事的诉讼 希望案件可以有完美的落幕 与您 Octane